環境部環評大會 24號是通過了台南捷運 第一期的藍線環評案 這也是台南第一條捷運 將會採用高架跨座式單軌系統 路線會經過人口密集區域 全長大概是八點三九公里 預估會設置十座高架車站 還有一座維修機場 目標是要在二零二六年底前來動工 二零三一年完工同車 台南捷運第一期藍線 今年初環評小組以及三月二十一日 交通部審查通過綜合規劃之後 二十四號環境部第十二次環評大會 環境部委員會認同審查通過 不必辦理第二階段環評 台南首條捷運有重大進展 民眾有的期待 有的擔心 事實上台南捷運第一期藍線計畫 是進度最快的路線 系統採高架跨座式單軌系統 行津永康區中華路 東區中華東路 東門路以及仁德區中山路 等人口密集區域 全長約八點三九公里 且共設置十座高架車站 以及一座維修機場 目前持續朝向二零二六年 年底前動工 二零三一年完工 通車目標邁進 此外其他的路線 紅線 深綠線 以及綠線 可行性的研究均積極規劃中 將競速完成 並且提送中央審議 以加速本市捷運建設推動 記者文正恆 台南報導